如何区分基石呕吐和受凉呕吐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孔祥云 西安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呕吐是消化科常见的一种临床表现 一个症状 那么基石到呕吐 我们主要考虑就是说 这个胃肠道的动力受损了 或者是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 幽门梗阻的情况 那么就是前期 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大量的累积在胃里面 当胃腔的压力太大了以后 会出现一个呕吐 这种基石呕吐 基本上呕吐出来的东西 都是一些我们之前吃进去的 这些前期的一些食物 那么呕吐以后 患者会觉得他的不舒服的症状 有明显的减轻 对于受凉呕吐的这部分病人 他前期肯定出现过一些受凉 或者有一些天气变化 造成的 这个诱因是比较明确的 那对于这部分的病人 他的呕吐基本上都是 当下刚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而且呕吐了以后 他的这个症状 不会有大的改变 那不管是基石的呕吐 还是受凉的呕吐 出现了呕吐的这个表现以后 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能够及时地就近就医 然后我们去做一些相关的治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